欢迎收看快速儿戏 这一当面向所有人都维席的通工类节目 本期游戏为激战V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主线 这次的话依旧是在这个地区太平洋上的 看这个位置的话 似乎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个木大陆所在的区域 当然这个世界之中是否存在木大陆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还是要主动跟这个亚基纳尔的那帮人去接触一下 毕竟来都来了嘛 就这样 秘银正式加入了我们队伍之中 米斯里鲁的话就是秘银的音译 那当然其中这个叫做克鲁兹的小巨毛 他有点轻浮 只要见到可爱的女性就会上去搭讪 不过小绿你的这个生气的槽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这样三郎太的话就有了一个品性相近的一个伙伴了吧 同样的就是其他的人也是过来跟我们打了一下 跟我们的主力队伍打了一下招呼 这边是克鲁佐 然后是队长 这个是毛中尉 毛中士 不过你们家那个宗介怎么还没过来呢 那个战战争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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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从这段对话之中也是得知了三个世界所来的人 他们都知道有高达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但是托比亚的这台骷髅高达的话 似乎跟哈萨维所驾驶的科西高达是属于同一类型的MS 另外就是在科西高达是由阿纳海姆电子 就是阿纳海姆社所制作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种猜想了 考虑就是哈萨维他所在的世界 其实是托比亚他们所在世界的过去100年前的那个时候 这个就比较神奇了 难道这个是不仅有着一个空间的转移同时 还是还有着一个时间的转移吗 是不仅有着急的转移 是不仅有着急的转移 还是不仅有着急的转移 是不仅有着急的转移 随着与亚吉纳尔的这个吉尔司令的一个接触 也是了解到诺马这种东西 虽然说他们被马纳这个就是所谓的密斯路级皇国的人认为是不是人 但是他们依旧有着可以被利用的价值就是出生于始祖共和国的这些诺马呢都会被送过来 送到这里被培养成就是与龙交战的驾驶员 看起来是废物彻底回收再利用啊 那么这样的话 安琪丽姐公主似乎也是要经受这样的一个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就是成为对龙作战的成员一员 那么这个爱马的话 她是一个马纳 她就是可以使用马纳的人 她是这个始祖共和国派过来的一个监察官 不过现在情势并不是很好 龙的攻击也是逐日的聚增 这个的话 如果说亚基纳尔防守不住的话 那这些龙突破了防线就肯定会向着大陆去攻击 到时候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损失了 那么差不多这一段就是安琪公主最后一次长发的一个造型吧 你这一画的下半段的时候 他就会把头发减短成为短发的一个短发的一个常规造型 不过这个佐拉的话似乎也是一张反派脸 那么应该就命不久矣 那同样的 由于这一画需要有着大量的剧情交代 时间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而且战斗会不会分为上下两场 那么上一场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固定的 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一个凑剧情的部分吧 所以上半场的话就大概说一下就行 就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好的 这样就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一个战斗 这场战斗出动的队员的话就是亚基纳尔的这一行人 那么不会有任何的援军 同样的敌人也不需要完全击坠 这个纯粹就是一个剧情过场 当我们击坠掉一定数量的敌人之后 就会触发剧情 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时候 安琪所驾驶的这一个机体的话 还是跟其他人一样 都是这种类似是量产型的Parmel 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特色 不过很快的话它就会租换机 敌人初始的时候就是一些这种低等级的龙 那么血量也不是很多 我们这边的话人数只要不是冲的太猛 问题不大 另外就是注意这个我们的这个爱尔莎是可以进行恢复的 但是这个希尔坦 他们这边这三台机体的一个防御能力并不 回避能力并不是很强 所以不要冲的太快 冲的太快的话很容易被两条龙直接给连续攻击给打掉 那么前半场的话 如果说有我方的机体给打掉的话 是会被直接判定失败的 前半场的SR点数获得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随意打 这个使用的回合速度各个方面都不会影响到下半场的时候我们获得SR的 所以没有关系 这里自由发挥就好 然后至于就是我方的机体的话 尽量还是挤在一起 不要太过风散 我觉得的话一旦被击追任意台 也如刚才所说和显示的那样就会失败 另外就是要这里要注意 有两台机体的这个武装的话是差不多的 直接消失败了 那么出了安琪现在驾驶的这台机体 其他的机体的名字里面都带有了这个驾驶员这个名字所谓的特质型号 这里大概划分一下就是希尔坦的话是属于那种进城 希尔坦和萨利亚都是偏向于进城 然后我们的这个爱尔沙和这个克里斯的话是偏向于远程 更多的是使用这个机炮 然后这边的这一个就是罗沙利的话 它是一个偏忠诚的一台机体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那个谁那个维维安 维维安的机体的话跟其他机体略有点不同 它的话是忠诚也能打进城也可以 玄学玩的话射程并不低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如果要赔 如果说是想培养这个龙羽天使龙羽这帮机体的话 那么维维安的话相对来讲的价值 另外就是安琪安琪现有机体的话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色 这里的话我们尽量就是削减敌人血量 然后把这个血量比较残血的直接干掉 然后注意给自己增自己上这个精神 爱尔沙这台机体的话是修理机 属于支援型的就不要过度的主动攻击 然后这个由于位置的原因 第一个回合的时候安琪是很难跟敌人直接放出交战的 注意一下敌人有34%的一个命中率 这个的话还是很容易被打到 这个这关的命中率有点奇怪 然后这边直接是追击这个维维安 还好由爱尔沙进行这个援护防御 那么另外就是使用援护防御是这样的 如果援护防御没有被触发的话 也就是敌人的攻击没有命中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援护防御的数量是不会减少的 另外这个是每个回合的数字 就是并不是说这一场战斗就可能使用两次 只是说这一个回合或者是这个阶段 就能使用两次 那么直接遭受到攻击 这一下子伤害也很轻易 也是打到1800 那再遭两次就直接就干掉了 那个克里斯的这台机体的这个特色武装的话 跟爱尔沙是一样的 都是肩部的这个肩部的轮型炮 就是这种肩扛式转轮大口径炮 这两台机体从颜色上除了颜色以外 就很多细节都有点 不过这两名驾驶人的性格并不适合 就这样进入到清天回复了这边的话 这部的突破真的非常有点 直接是消灭掉这个残血的结 你们要注意就是 克里斯的这台机体的话 因为它长得跟这个爱尔莎很像 所以说在某些地方跟爱尔莎的话 也是有着类似的 它是可以进行原护防御 同时它身上装备了补给的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的话跟修理有所不同 就是修理的话是恢复目标机体的这个血量 就是HP值 那补给的话是恢复目标机体的 异恩和残弹 就是可以让这个当有 当机体没有了这个异恩和残弹 无法进行攻击的时候 可以选择使用这种 拥有补给能力的技术过来 然后就进行补给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再次作战了 当然这里的补给的话 就有点类似于是战舰 不过战舰的话是一次性多台机体补给 而这一种补给机的话 一次性是单台 那么相对应的就是战舰的那种恢复的话 是无法获得任何经验值的 这个补给机的话是可以获得的 那么另外就是补给的话 也会降低这个机体的气力值 不过这样的数字并不是很多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选择使用 碰攻凝依旧是惊状之错 不还好 也算是解决掉了一个敌人 这里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有关于亚金纳尔这帮人 他们是以击坠龙之后的这个击杀龙之后 然后获得对应的一个赏金 也就是击杀的数字越多 获得的赏金也就越多 当然这个在游戏里面是没有体现的 只不过在这个剧情之中会体现出 其中像是这个 其中有一些人吧 就更偏向于要挣钱 因为对于诺马就说 金钱是他们唯一火先锥的指望 其他没有什么东西 那在干掉 将敌人战打到只剩两个之后 这个佐拉也会输回登场 接下来就会触发这个剧情 然后还带了两个小炮灰 佐拉是 反正说话说的也是有点难听 然后长相有点凶惨 但其实呢 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队长 作为一个 作为一名队长 她也是会去舍身保护自己的一个队员的 不过安琴这时候就发生了暴走 那么这个家伙话 好吧 那么当然这个也就是后来 为什么像这个斜坦 他那么讨厌他的原因就有点事了 那么按照原著来说 可可就是被龙腰斩 然后米兰达的话是被龙撕给咬死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刺激的场面也是造成了安琪的一个精神错乱 之后的话 他将会在场地上不知道干些什么东西 佐拉这个时候决定就是先把敌人的头目干掉 其实这个在当前的这种环境来下 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由于精神错乱的安琪把他给拖累住了 导致佐拉也是在这场战斗之中身后重伤 最后不治身亡 那么这样安琪首战就三个助攻 真是可喜可贺呢 这场战斗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好 那么接下来下半场这个就是我们正式的战斗了 那么这一张名为燃血的白翼 当然也就预示着痛公主的一个蜕变 那么直接进入战斗 我们首先还是进行这个队员选择 这一场的话可以上十架机体 我们这边的话就选择我们的一个主力部队 克西高达的话就不让他上了 他仨为一个大孝子 虽然在后边有他的一个隐藏的机体 但是由于会跟我们其他的机体冲突 所以就放弃了 那这里的话如果要培养的话 VVN的话也可以带上来 另外就是这个艾尔沙 艾尔沙作为一个拥有着治疗的技能的一个机体的话 也是可以带上场的 另外一个就是选择一下是否带这个急救机枪 什么的也都无所谓了 因为这场的话敌人伤害并不成高 这块的话由于之前战斗之中造成的一个损失 亚迪拉尔的战力明显不足 毕竟是佐拉可可和米兰达三个家伙直接是被干掉的 同时这个就是安琪公主自己所驾驶的那台 潘拉麦尔的话也是受到了重创 这样一下至少有四台机体三个驾驶员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主力 我们这一支就是混合军的一个出场 暂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下问题 说话之间也是出现了雷达反应 那么对应的敌人也就会出现 不过这样的话依旧是发现其中有着一些机动战士 那么这次登场的就是机动战士高达JJ的这些人 包括了JJ高达还有J高达百事和一台量产MK2 这里的话要注意笔查本身是没有这个援护攻击和援护防御能力的 建议在入队以后第一时间使用技能给他让他学一击援护攻击和援护防御 那么后面有用就是这个角色 要让他学会援护攻击或者援护防御 那么这样的话ZZ的话也是入队 作为武防可操作的角色 这台机体的话本身是属于那种高输出高火力 但是相对机动性会差一些 移动能力也比较差 本身不会飞 但是可以变形 Z也可以变形 我看这样的话要求SR点数是四回合之内过关 同时是琉璃黄和泰沙各击这两个以上的敌人 那么也就是要留六个敌人给这个武防的三个母舰 那么这里要注意泰沙的这台航母 就是这台潜艇啊 战士还没有强化 所以他们的话我们他还是没有办法上路 不过只能在水里面游泊 这张的话本身的一个水面的一个区域比较多 所以不太用担心 那么这边的话直接是母舰开始往前冲 要让他们完成SR点数嘛 其他的人的话这边我们就不练ZZ高达 除了ZZ高达以外其他的甲石 其他人的话前进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让敌人的第一波尽量先跟我们的母舰交战 因为母舰的话行动能力比较差 而且大部分的武器在其中后手不发使用 其他人的话就先在后边排一下 时间上虽然也确实是有这个要求 但是其实没那么赶 因为敌人都会主动向我们冲过来 而且他们都是会飞行单位 所以不会受到这关的一个场景的影响 这里的话是直接跟这个黄的肩开始打了起来 那这样的没有回避开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母舰悬崖也比较多嘛 这一张的话也是带了能修理的机器上来 包括主角机 包括主角机在内 我们这关有两个可以修理的机器 那这里的话先使用VBI的这个玄雄丸 把这个敌人的血量削减一下 就是奇怪的采米与时间 好吧 那么这样血量削减之后呢 再使用这个寻衣飞弹 当然可以看到寻衣飞弹的射程非常的长 这个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现有这一台潜艇的移动能力的较低的一个事实 没关系 我们好看 發射箱扉を開放 速いマン 発射箱扉開放 巡航ミサイル発射 巡航ミサイル発射 はい 全金属狂潮是一部偏写实一些的科幻清少熟作品 所以他的里面这个武器呢 相对来讲的会比较土一些 直接开一个小助手耐音 给自己加一个勇气 这样子就可以释放这个地图炮 我现在能把地方轰死 但是毕竟是范围攻击还是尽量用一下 后续经过强化改造以后 这个流离他电台机体的 发射箱会变得非常有用 那么在后边刷这个钱 有一个刷钱特殊的刷钱关卡的时候 也是要利用这一招的 那个的话就到处再说 这样福子号的金属就完成了 接下来是黄和泰沙 黄的话先把这个血残那个直接打掉 泰沙的话等下和他再出 已经移动过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队伍里面其他的这个角色就可以开始成功了 留稍微留一些离这些母舰比较近一单位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火车王和这一个宗介的话也可以开始出手了 因为他们都是有着这个鸡翼术要求的 所以要注意一定要多打一些鸡翼术 后边的话可能会一段很解锁 这个特殊的世界 那同时也是让JJ出战一下 D siz对吧 下班 - 走开 - 追 - 追 - 追 作为一台拥有着战舰级别火力输出的技能 ZZ高达所使用的这一个光束剑的话也是与众不同 这的话把我们不需要练的机器先上船 不要让敌人以他们为目标 这样否则的话像这种需要在一定回合内过关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是要利用到反击的回合的 这样如果他们存在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反击回合的利用率就下降 的话直接一波强袭能不能打掉 中技的话由于他这台机器 我们之前是装备了一些技能 因为他本身经过改造之后 是可以在战斗开始的时候拥有加速这个技能的 所以他第一回合合移动力会非常的高 这样的话也是快速可以插入到敌阵之洞 另外就是在经过一段合格之后 顿公主会重新驾驶一台新的机器登场 这里的话我们也先不用加急 这能满血的话就反击一下 如果是残血的话注意留一下留给这个一剑 因为由于现在的血量 由于现在敌人的血量不是那么高 我们的一个感到也还都可以 所以说反击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直接把这双挡爆 直接过来找泰沙那也好 虽然是潜似艇 但是这一台机器的话 也是拥有着跟母舰一样的护甲和防御能力的 所以敌人的攻击如果能是差一些的话 那也是打不动 这总算是留了几个残血的 近战的话 泰沙这台潜艇没有武器可以使用 他这个武器最近的射程都是要在两格以上 所以一旦被敌人近身的话 这个别入了 他就没法反击了 只能是防御吧 所以 骷髅挂达的话 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个输出 中介这的话就直接开始把就行了 因为之前也说过 他们这个小队的话 中介要完成40个以上 全队伍要完成100个以上的击坠 这个也是解锁隐藏要注意的 那么这样安琪的新机体也是已经准备完毕 准备出击了 但是同时呢 敌人也是有一头新的嘉莉恩级的龙 作为游击队是准备直接袭击这个亚奇纳尔 不过他很快就会被狙刑杀掉了 那么另外就是这台新出战的机体呢 这个萨利亚似乎是知道什么 不过其他的人的话 看起来对这台机体并不是很了解 只是觉得差几个东西 这台机体跟自己所驾驶的帕洛雷尔有所不同 萨利亚是实货的 这台的话其实 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是 它名字应该不是叫帕洛雷尔 而是 因为它是这个所有帕洛雷尔的一个原型机 是早期的 最早期最早期的时候 这就是 最早期的时候 为了对抗龙时候 就是生产出来 制造出来的一台机体 这台机体的话 拥有着培养 非常高的培养价值 因为当它的这个改造段数 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可以在每 它可以学会就是 能量和HP大回复的 中回复的一个技能 这样的话就是生存率非常的高 而且作为小型机体 它本身的一个机动性也很强 输出伤害的话 后期可以学会免疫 就是后期可以学会忽视这个尺寸的 忽视敌人尺寸技能之后呢 这台机体的话也是非常的强 整体来讲的话 有着一个培养的价值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前面面对的这个加利安的龙 碰公主也是 碰公主也是真的 化成了心态的一个转换 另外就是这里要说一个 吐一个槽吧 就是它的这台机体的驾驶舱 在处于飞行的状态 就飞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的驾驶舱是开放式的 然后后边的话 它这台机体的这个包括战斗动画 也能看到 它这个突击的这个技能 也能看到 就是它的驾驶舱是开放式的 但是呢 在后边我们在宇宙之中 也是可以使用这种精血 所以安琪应该是整部游戏之中 最强的人类吧 在真空的环境下 竟然能够毫无常触的往这远身力 那这样的话 这条加灵级的龙是直接被这个巨星杀 不过当然了 这一招其实对其他 等一会儿打其他龙的时候 就没这么高伤害了 那么随着安琪的登场 这样的话 我们的失败条件也是新增了一条 安琪的这台具体不能被敌人机制 那么在战斗之中也是要稍微注意的 对方的一个命中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这的话先用一个专注 降低敌人30%的一个 这个专注效果是增加我方30%的命中 同时是增加30%的回避能力 不过这个技能的优先级是没有避重和避闪高的 这块直接是这边这个家伙就赶紧上来 把这个加灵级龙干一干 然后我们这是顺道完成一下这个SR点数 群移飞弹的话 直接去找那些血量比较少的 像泰沙也是完成了 那么泰沙的话 这个驾驶员本身是拥有的 打带谱的这个技能 所以可以在攻击之后再一个 这个也是为了配合就是泰沙这台机体 他没有这个近战能力的这个特点 然后另外就是这台街呢 是可以像刚才那样的发动技能的 这个技能的话发动之后是持续一定回合 一场战斗只能使用一次 效果是可以增加机体的这个伤害各方面的属性 好那么直接这一边凶鸟过来用地图炮收割一下 趁开这就准确 现在有的改造成数大概是造成3000多的一个伤害 你这样带走了两条路 还有一条是残血 最后的话再继续往前走 这个的话可以交给这个古龙加瑟 小绿这边也要攒一点经验 因为他这台机体的话算是拥有着超级机体伤害的一台真实机体 这个说法有点奇怪 好那么这边由于这个加连级龙的血量比较高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派点人过来给他集中的打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要注意这个这两条龙之中有一条龙身上是可以掉落的道具的 不过由于这场战斗是要全力叠了嘛 所以也无所谓 不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事情一定能完成就是 那么中介这台机体的在海洋之中 也是因为我们相当强的一定移动能力 所以直接过来 国家里人集中确实血太多了 我们这样的拉姆达驱动也是其中 虽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但是莫名其妙一堆机体的技能 总是喜欢用这种莫名其妙的一个字母 另外就是最最高的拉克力变形 变形成这种要塞堡垒 那当然是会以损失一部分武装 一部分武装的位败斩 不过好处是可以变成可以飞行的单位 另外就是移动力有双双双双 这样靠近我方这一侧 的龙就全都被解决了 接下来的话就把剩下的三个加利恩级 直接解决掉 那么注意这里有掉落的是中介的 这一头加利恩级的龙 千岁的话改造是够的 本身的话由于千岁已经完成了 王牌机师的一个培养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机率数让给其他的人 另外就是成为王牌机师 只是第一个阶段 如果后续再有机率数的话 请问一下正常的如果不学习 这个王牌增严这个技能 那么机率数达到了70 就可以完成伟大王牌的一个 同样的伟大王牌也是有进一步的 对于角色的一个加成的影响 那么对于我方的主力的话 也在培养到足够的一个王牌机师以后 也是可以尝试去提升提升的 那么另外就是如果学会了这个王牌尊严的话 对应的需要的机率数的话 是降低10也就是5060的时候 可以分别获得王牌机师和伟大王牌的称号 好的那么场地上也只剩下两条龙了 我们接下来要加快速度了 这个时间线有限 使用这一个古龙加测 然后再加一个陷水攻击 尽快的削准加连级的这个血量 不过现在这个1万多的血 现在看似很多 但是在后边的关卡之中 这种高血量的单位的血会越来越多的 不过由于我们拥有着越来越多的技能 和这个更好的改造改造的一个段数 那么它就血量其实也就那样 不过boss的话都是几十万级的一个程度了 那都没关系 后面再说 那么这样的话就只剩下最后一条龙 还有5000多的一个血量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用寻衣飞弹 应该是可以撒掉它不少血 还剩600多 这样只要有一台能移动的机体 就可以过来把它解决掉了 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 就让哪台机体过来 直接一个推进 然后看能不能过来 如果能过来的话 这样就可以 直接一个零度分子键 这样就可以解决最方 好那么场地上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所有的敌人解决 我们就获得了这个话的SR点数 敌人的话就没有援军了 那么由于这一场战斗 同样这个安琪公主 也就是所谓的痛公主吧 她的心境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后边的话将会变成一个 怎么说呢 巨大的斗S吧 不管怎么样 至少我们眼前的危机是度过了 同时也是结识到了新的伙伴 也就是来自 哈萨维他们那个世界的JJ高达 当然他们也是在这个世界的话 因为属于过去的人 也是留下了大量的一个 传说吧 那么好的 那本期的话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时间稍微有点长 那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您还能看到更多游戏流程视频 您的关注和点赞 是我制作视频最大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 别忘了这一话结束之后 可以前往工厂里面触发特殊的剧情 那么再见咯 感谢您的观看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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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